谢谢各个主办方的邀请 朋友们今天我们在这里 讨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这个问题大到人类的命运 我们在场的几位 讲了它的基本背景和意义 小到或者深到我们每个人的命运 最后林培瑞教授点出了 其实人类现在所有的问题 说到底都是我们走向自由道路上 面临的障碍的问题 那么在座的诸位也讨论了 新形式下中美台的关系的方方面面 我想在这里呢 还是回应或者重复大海先生的开场白 这就是我们中国民主运动 以及我们对中国的进步有切身关切 有利益关切和价值关切的人 这个问题 这中美台三方的关系问题 或者台海关系问题 实际上是我们的使命 正是这个使命是我们的工作 大海先生也回顾了 实际上海外民运的历史上 在中国民运的历史上 或者更广阔说中国民间和中国思想运动的历史上 这个问题也一直处于一个比较核心的位置 因为他确实不仅仅关系到世界局势走向 更关系到我们这些来自中国大陆 关心中国大陆前途的人 我们的环境和我们的未来 台湾人的安全也是我们的安全 台湾的民主的未来 实际上事关中华民族未来的希望 所以我觉得呢 在今天的讨论中 也许我们最欠缺的 本来也是我们最擅长的就是 中国人应该怎样推动大陆的民主化 因为这里有两个问题 我觉得应当提出来 第一 今天不管我们讨论了多少对台湾有利的因素 但是我们都能看到 当输入武力的时候 台湾人民会怎么样 台湾军队会怎么样 美国的态度会怎么样 其实在今天的讨论来说 我觉得我们心中实际上 都还是有一份深深的忧虑 不光我们现在多么乐观 第二 真正的台海危机的解决 台湾的安全 一定是大陆的民主化 我在两年前到台湾的时候 做的演讲 我就告诉他们 台湾人民的安全 有三道防线 第一道防线 现在就是共产党做的 把他在台湾岛内设置 他不断的用各种方式干扰台湾的政治稳定和安定 让你们的政府疲于奔命 用经济手段 各种手段 第二个防线呢 就在台湾海峡 在这个海峡上 如果美国现在意志坚定 台湾的自由有安全 但是没有免除恐惧的安全 你们将不断的受到中共用各种方式的干扰 第三道防线 就是在北京 在天文广场 如果你们能支持中国人民 去争取民主的话 就是大海先生一开始说的话 也是我们台湾民运 南先生等等几个 一直强调的 大陆民主化了 台湾才能有真正的安全 台湾的民主 才能真正的有保障 对不起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